大家好,这段影片会说明星期三,回到跑马地赛事,1月6日星期三,跑9场赛事,所以头场开跑时间会提早到6.9,大家要留意 今次这段影片会推介三只那门,上次三只10倍流上的那门都有一只入三甲,今次继续会推介那门给大家,因为那门始终好分一点, 我都会平衡命中率,希望可以帮大家赢钱 今次会选择,先讲全日马胆,又是选择那门,第三场赛事4班1650 这一场我喜欢一只7号,梦幻战士,今次我觉得有几样东西好 第一,这一只马,跑回首本路程,和赢马的场地,就是跑回跑马地 因为他上季,其实他赢了两场,或者这一只马,根本他来香港赢了两场 都是赢跑马地的,一场就是1650,一场就是1800 其实我觉得他1800好一点,不过今次由1400转1650,肯定好过之前 或者上季中到现在跑沙田那几场,路程是肯定更加好的 还有场地跑回跑马地,看到他其实他很久没有跑跑马地的了 由上季中1月11号开始,已经是没有再跑过跑马地的了 今次是时间一年再跑,我觉得突然之间有转过来的手本路程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还有一个评分方面又看回 上季赢马两场48,54分 背着大概是124磅和130磅 现在的评分减度只有50分 还有看完今次的磅位 124磅 其实在一个评分上其实他也挺有利的了 接着再看完 今次就排回我好档,四档 因为其实他近几次都排得不漂亮的 而他夜马路程跑的时候夜马,他也是排内档的 守住条帖篮靓位,黄金包箱 所以我估计今次其实他有权再做回类似的事情 就是守住个靓位,接着是四五位 我觉得今场赛事的形势是好跑的 尤其是你会见到 放头马照计有的,穿桥飞渡 还有仪威,可能成材都会扔上前面放 有几只放头马 他排了一个靓档,跟着他们跑 其实照计挺好跑的 这次也很明显 在部署上刚才也说过 转过来快活谷跑回一个最首半的路程 还有第二件事 有一场热身 因为他曾经试过心律不正 他在9月13号 大败的那场迷 其实是健康有问题 跟着重快养救三个月 出来跑 先有一场热身 然后再跑 其实他在一个状态方面 是好了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的梦幻战士 这次来说 跑回一个最首半的路程和状态 是起床的话 我觉得他是 强配宿命论 是有他的 真性条件的 那 还有一样东西 通常 你遇到什么 穿桥飞渡 永逸线 配了一个强配 一定是会扯飞的 那他我估计 会有8-10倍 在直博率 赔率上 是好分的 所以这一只半冷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梦幻战士 好了 说完这一只全日马带 就转去冷门精算 今次就去到第四场 国际三级赛 1800米 这一场我就博了一只三号 协霸神区 一来 他的赔率 肯定 8-10倍起马 尤其是有龙骨飞羊 九宝 精神威 这些马扯飞 第二样东西 赔率好分之外 一只马都有真性的条件 他来到这个分 其实没什么好处 他跑的级制赛对金枪60 肯定不够跑 所以他上个月都没有跑国际赛 预期赔跑 浪费体力 不如 好好地跟你谈计三级赛 赚一下 成绩更好 这一只马 他有真性条件 很明显看到部署也是在这一场 再看谷草跑过两次,全部都入Q,一场就是去年一月杯,另一场就是一班1650,很明显看到这马跑谷草都应付到没问题 沙田对手强,吸制赛又不够人跑,唯有过来谷草欺弱的对手,三级赛仍然有他的竞争力 今次,偷偷迷迷跑这一场,配巴道也是赢马拍档,夹过没问题 因为这马有时候都要夹骑士,因为有时候姜后不太好,如果你留不住就会麻烦 那巴道是证明过,跑得好过,和流方方面是和这马相夹的 所以今场赛事,照计论马防部署,论这马的评分,再看对手,我想他应该是把目标放在这一场 所以这一只协霸神区,大家不妨保住他,我觉得他的赔率方面,怎么都会比龙骨飞羊 或者九宝那些是优成的,而且有一个直驳率给大家,他的机会也不小 大家可以留意 还有一点都可以留意的,就是这一场赛事,预计都会有2-3匹马放头走 譬如马克罗斯,精神威,又是红,这些马都会放在前面 我估计他的报处也不会太慢,应该都中等偏快 我想协霸神区在这一场赛事排了个漂亮档,预计组段可以找遮挡守领位 然后报处拉快,有利后上马,大家都可以再加分 对这一只协霸神区 好了,说完这一只协霸神区之后,第二只蓝盘精选就飞到第八场赛事 这一场三班千二米人 这一场赛事我选了一只蓝盘,就是4号的美影杨妃 虽然这一只是一只中上年纪的马,大致上能力也都看了 但我觉得它是有巨人杀手的味道 上季尾赢1400,后上的姿态赢得很出色 其实之后再跑,它跑1400,上季尾跑第二又好 今季其实也跑过第四 而跑第四那场,输给的对手天作之盒、 后运传奇威进区其实都挺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它在三班千四 既然沙田也有竞争力的时候 其实它过来菊草跑,对手肯定是更佳弱 至于这一只马,菊草是跑得好过的 看回它,之前跑菊草A难千二米是入过Q的 所以我不担心菊草的能力 反而它以沙田的吸数过来菊草跑 照计是会更加清先,因为对手转弱了 今次我们看看它的部署上面 11月14日跑完我一场的沙田千四米之后 就接近两个月出来跑 虽然期间你见到没有带杂 但是它是功夫跳到足 以及跳了两个草杂 所以其实在功夫上它是做到足 这些中上年纪的马 而且长期都输不远的马 都是比较中心一点 所以其实都不关什么状态 最重要是养回撞的身体 健康没有问题 老马来说 它就养回撞的身体 以及在体力上回够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再去压迫性功夫 这些马 今次转为菊草跑 其实它有它的优势 上次跑那场的沙田千四 不要以为跌过沙田千四 跑得差 一来那场对手是强的 因为侵了一群85分至80分的二巴马 那场对手其实非一般的三巴马 第二样要留意 就是那场赛事 我觉得周俊乐第一次跑这一只马 不是跑得那么好 那我们不如看看那场赛事周俊乐的发挥 我自己就会觉得那场赛事 其实周俊乐的发挥 就不是那么理想的 这一场就是上次跑的三巴马千四 五档那一只 现在看到我红色灯也看到了 就是五档的 未映杨飞 那一场赛事周俊乐第一次跑 和对手更加强 其实周俊乐跑得不太好 你看到这一只马 捉起上来 留起上来 有点抢口 可能不是那么熟 这一只马 在匠城上不太夹 所以 因为报处也不算太快 所以令到他有点抢口 那一场赛事 你看到全程 这一只马 都留得不太顺 周俊乐 你看到他捉下去 有点抢口 其实过往一只马 骑一骑施 骑不太多 这个情况 转弯也仍在捉 这一只马 有点抢口 那一场赛事 既然全程 都留得不太顺 所以回到来 人马角力 斗力 就不多 这次 其实你看到 他就 给了一个更加有经验的 梁家俊 大师傅跑 和对手转弱了 以他上次对着一群这么强的沙田对手 跑第九名 输四个马 今次这一群 谷草千蚁 比较弱一点的对手 尤其是这一场赛事来说 有一些马表现也不太稳定 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一只 美影阳飞 尤其是比马 梁家俊 纳蒙奇斯 整天爆 不如拼一拼 姚本辉 今天 星期三 都有一群马 去博杀 所以我觉得 美影阳飞 都可以配合马房的攻势 所以这一只 美影阳飞 今次对手转弱 和 就 跑 跑回一个 亦都上过名的千二米 我觉得是可以要的 所以这一只 那麽精选第二只 就要了一只 美影阳飞 好 接着 就 最后提醒大家 刚刚收到个 根液事项 就是美场这一只 德胜区 退出了 深常乐 补赏 这一件事 就提醒大家 好 这段片就说到这里 再提多次大家 接着是跑九场 六点九开跑头场 我的心水 全日马胆 就选了第三场赛事 7号 这一只梦幻战士 另外 就是 第四场 这一只 3号 协霸神区 以及第八场赛事 4号 未影阳飞 好 这段片就说到这里 一会下午 若我黄昏的时候 也会出多一条片 去说其他心水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给个like 和留意 好 这段片就说到这里